就留给庄德秋 他说有一个问题没有请教老师 吃饭上现在呢 有很多厂牌的训装摇包感觉 是不是所有厂牌的困境都能够扩赔 不用的方式是不是教老师 理所感觉的都同样 另外呢 他看到两当前老师的压力 说到厂厂公堂呢 太不得了 但是他现在呢 中华油跟我们的龙细宝 到上家座会来 输用 他感觉好像没有很困难 不过我们龙细宝是这两年才先生的 不晓得那时候老师讲的时候 有没有龙细宝 好 老师来 嗯 这个其实 你这样讲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龙细宝 他 其实就是一个细片 细片有什么油那里 水里面很均匀的分散 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负责在那里面 不是说纯粹只是细片 细片当然 他本身就已经很神奇了 但是 以前在用这研究很多东西 以前效果没那么好 到现在效果很好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他有这个东西 没有以前的细片是拿来做什么 做到那个水槽里面 你把它放下去 这个以前没有 做水槽的时候 他会灌这种东西 灌那个要做什么 灌那个会不会长青苔 这水槽外面的山青苔 你灌这种就更不错 这 差别是在这个 地方 所以 好像你这样说是没有错的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简单说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斩酌剂 龙细宝 它本身 它很容易均匀的分散 我们这油可能会比较容易带开 我是觉得我们是长河公堂 当然你说台没错 不过 不过说是台没错 你这应该感觉没很困难 在这个地方我就感觉 你绝对是一个做事 更紧张 而且更紧张 所以你的动作都会更紧张 比如说 不然人家快黑银开穿 你还没 你跟听人家说有看黑银 你就先开穿 所以你这应该是放铁铁铁 很好吃 因为 其实长河公堂没那么好做 你说 我们如果跟草皮说 那长河公堂很好做 那有时候就比较贵 所以你因为你做行为 可能更认真 所以包括 农细宝 包括这种戏片这种东西 你听下去 对 表许宫这个真的是比较用心 很多人是听不下去 他听不进去 他没有什么荣耀 就一定要怎么办 这个其实 表许宫有用心 官吏有时候 这边边就是那个药 我相信 这个阿伯说的这种 德利林大哥 最该 最该有感觉 他用的药就是 他从来不骗人 他 他做肠子做得不错 在他父亲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年轻的 来做肠子做得不错 照顾肠子 顾得 顾得真真 很用心 那也顾得不错 他不懂他就跟他说 用什么药 要用什么药 他怎么用 他就是这样 跟你说 平平这样 那人有白的人 有倉布 不我高起来 不得那么漂亮 要怎么说 他真的还有用白米 这我们最清楚的 就算没有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有时候我们担药子的 一个这个筋杂 还有就是担药子的时间 你稍微看 那没什么对待 你就开始在处理 有的不是 整股吃得很冷 开始说药子担不得 所以 这个管理上 我们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这在这里 可以让你稍微做个参考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市场上是不是 所有的 这个殉状牙包杆菌 我这个应该 基本上扩培都差不多了 只是说 他们 大部分都是做水的 粉的成分比较重 所以它的菌 如果是 粉没有扩培 其实没有什么要件 比如说我们老的 我们这个粉 我们的菌都很稳定 菌素变化很少 水的 通常他都会叫你扩培 理论上来说 水的应该 他 如果有过新鲜 他根本也不用怎么扩培 这个有一些不太好说明 这个有时候讲了会得罪人 我们就不讲 所以你也是可以扩培 没有问题 扩培的时候 这方法差不多只要是 BM菌 Bacillus mycoides 差不多都同一斤出来 差不多都同一斤出来 我刚才跟你说 只要你看我们这些菌种都要下出来 Bacillus mycoides 如果不怕你知道 有的人咕咕咕咕咕 他会跟你说 他会什么困难 他不跟你说 那是他们的商业机密 我们电台所有的这些 都跟你说出来 他就是Bacillus mycoides 所以我们叫做BM菌 但是他在这里筛算出来 目前 这进展感觉很不错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变成是第一品牌的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你如果是大家这品牌 你也可以拿来扩培 这个没有问题 那个方法都差不多 因为他有可能是讲解 老师说出来 很有可能 我在怀疑 尤其在市场上看到 应该都是我们 我们防护校长 我们 这个 黄振伦 黄老师 他所做的 图子图孙 比较多